名标题 暑假作业被偷走 小男孩心碎了 我每天都心情付出开学 已经一周了大家的暑假作业都交了吧 但是浙江义乌一名小男孩 却因为交不出暑假作业 快要急哭了 8月28日 义乌经营餐馆生意的孙先生 刚到饭店准备开门做生意 发现店面门口绿化栏中 种了一个西瓜不见了 探着瓜苗一天天开花 结果个头也越长越大 眼看就快成熟了 瓜却被偷了 不过 因为觉得偷瓜是小孙先生 当时没有选择报警 只是将该段视频截取后 发到本地论坛上 没想到因为热议被义乌警方 注意到义乌警方主动联系了孙先生 9月1日中午 北院派出所通过调查 确定顺走西瓜的人为朱某 将其传唤至派出所 蛮值美作统子的东西